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就是用合作角色的游缸的话 那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很轻松的就可以去通过了 所以那个今天嘛就是去拍这种攻略嘛 当然就是来拍下这个没有在使用 或者就是没有这个角色的前提之下的一个攻略的方法 那我这次的阵容主要还是去塞一些一拳角色 再去配一个辅助角色 那辅助的角色的部分我自己的话就是蛮相信卢拉的 卢拉可以去缩CD跟那个获得到攻击力提升的效果 所以那个对于角色队伍的整体来说就是会蛮优势的 那我这边battle1的话就是去运用这个卡点的技巧 因为我那个失手其中一手里面就是有猫娘 那猫娘就是因为那个没有反板块的关系 所以那个我就只能够用手上的三手来去过这个battle 那基本上那个如果卡点的部分处理的比较妥当的话 那这边其实压力就没有到很大 那让卢拉去金关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说 卢拉最起码第一栋不会飞掉 也可以去利用卢拉的吸取来去回血 那这边的话其实那个血量上面就是会比较大压力 我这边就利用这个油杠来去一口气去把小怪去清理掉 基本上在其他属性角色的部分 那个油杠跟陈泰朗都是比较好处理这个中间的机械小怪 然后这边的话就来到battlefit 那我这边也是很巧妙的就是利用失手来去解决掉 然后这边的话还是卢拉先金关 那我这个卢拉这一栋马就不会去被这个减速逼来去飞掉 那我这边也是妥妥的去卡点处理 那我这边我就有点那个小小的弹道 但是还是可以去卡的进去 那我这边我就先处理掉一只 那只不过他那个回血的遗言 那个在我的位置来看的话真的是超难的 那我这边我就有一点点那个小弹道我就回血 只不过我就那个去把我自己的队友去推开 所以这边其实就是有一点点那个拆点翻车的感觉 所以主要还是我去控制好这个血量的部分 还是出了一点问题啦 那我这边我的油缸就是运用这个卡点的技巧 那我这边的话其实那个吸取M的部分 就一口吸取回到满血了 所以我在剩下的回合里面那个血量压力都不会很大 那我这边的话卢拉就是去卡点 那只不过就是那个减速币就是让我卢拉停车的 他这一关的减速币 那个如果就是没有去对应上陷阱的话 就是会马上停车的那一种 所以那个如果就是没有去安装这个反减速币的角色的话 那个金冠的位置跟时机就会去留意到呢 那这边的话就是运用这个成太郎去妥妥的把小怪去清理到以后 那这边就是要去进入到皇冠 那我这边其实我的猫梁还是想说先敲好位置啦 就是等一下要去做到的事情 那我目前的位置还算是可以 所以我就比较倾向于就是清理小怪 那油缸还是有个好处就是他可以那个回血边打边回血 所以这边的话也是可以看得到我很好地去运用着这个能力 就是去把小怪都击到了 那我这边我的卢拉就先让我的成太郎跟猫娘去获得到攻击力倍率的提升 那这边的话那个我的卢拉呢这边就开过去 只不过就马上停车了就有点小遗憾 那我这边我就有第一个一拳的机会 那我这边我的成太郎就打算是直接卡进去 那只不过成太郎的一个速度真的太快了 所以他那个有点滑了出来 那这边其实真的很可惜 那这边没办法就只能去把他当成岩石去使用了 那这边成太郎还是因为没有去打到弱点 所以他的伤害量真的不高 但还是毕竟啊还是要打到弱点才会有伤害了 那这边的话回合数还有很多 所以我还在小茂梁的位置 那我这个茂梁的话就是从右边里面那个跑出来 那就来到左边的位置 因为他那个板块的部分倒也不是卡得实实的 所以那个还是多多少少人去赚一些空的位置 让我那个坦住出来 因为这边的话只要那个茂梁来到左边去就好了 如果有需要的话其实就是会蛮建议到 就是金冠的位置就在左边 对因为我都那个有点太衰跟那个算错位置啦 所以这边的话也是误导误爭 然后就是会到2P的成太郎 那我2P的成太郎这一栋就是有个目的 就是去让我的茂梁的位置变得更好 就是尽可能的去放到他在一个卡点的位置 那只不过就是也是很碎的就是说 我那个进去了也回来了 所以我的茂梁的位置根本就没动过 那我这边我就赌一波我就来一个对角卡 那这边直接用茂梁的SS来去做个hitstop 就是把他卡死 那这个其实也算是用其他属性的角色一个比较好的攻略 因为那个毕竟用其他队伍的话 其实也是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去打满他三条血 那当然除非就是你有四只油缸嘛 那这个任务就当然就是完全没难度 好吧 那这一次的影片就到这边差不多 如果有什么提问的话都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帮我按赞跟按个订阅 好吧 那影片的话就到这边咯 拜拜 拜拜 拜拜